那些馬都是跟在前前的位置 再後一點見到喜刑於適 喜刑於適 再後見到黃匠 城府樓頭鬥後 再往後見到好時機在尾 見到太平盛世樓頭鬥後 在最尾 距離頭馬有六七的馬位 再有而已 城市之寶約在千二米處 打了一出頭 上到第二位 就是浪圖之威 上來第三位騎一騎一騎 見到喜刑於適 上來第三位 慈善精英的那些 都跟著在前面走 再後一點見到實至名歸 也慢慢在埋藍 再後一點見到特區埔 特區埔中間還有一隻超水準 超水準外面見到鋼鐵大冠那些馬 鋼鐵大冠再後一點 信號運也是跟在中間的位置 潛龍復虎在外蘭 一路都是無法埋藍的 潛龍復虎在後面騎著 慢慢騎著騎著 上來還有一隻黃匠 那些馬都是騎著的 太平盛世依然用樓頭鬥後的位置 在外面那隻好時機 兩隻在尾 距離頭馬有八個馬位左右 差不多還有600米到終點 帶頭見城市之寶放出頭 現在手上來逼他見起形於色 中檔那隻浪徒之威也是相當之快的 之後後面一點就見到信號運 上來外面持現精英 戴外蘭上來還有實至名歸 超水準那些馬 外面上來還有鋼鐵大冠 潛龍復虎中間在找位 裡面還有黃匠 黃匠後面那些馬 就投得相當之後的位置 前面城市之寶依然騎進去 有些反應 中間上來幾個實至名歸 外面超水準 上來大外蘭上來 還有就是潛龍復虎 超水準三排兩撥之下 已經出頭了 潛龍復虎現在重磅 一直騎進去 反應慢慢的 外面上來還有 還有這隻就是好時機的 超水準三排兩撥之下就過了 後面上來是光鐵大冠 潛龍復虎那些都追著他 暫時都還沒追到他的 好時機的超水準跑第一 跑第二 不實至名跑第三名的影響 好時機和潛龍復虎要影響的 超水準 贏完這班 表現真的相當之出色 這隻馬可以說是 長驅直進的Full Brother 表現可以說是令人鼓舞的 越跑越進步的馬 實至名歸 結果就力騎之下跑第二番出來 第三、四名的很接近 好時機和潛龍復虎 叮噹碼頭之下看哪隻跑去三、四 好像就是潛龍復虎 好,看看派掌 第一名就是六號的超水準 對人派五十一個半位 直至名歸這樣都贏到他 他真的沒怎麼跑到 跑出來的水準真的不是那麼高 因為他人馬角力那裡 浪費了很多力 是的 看丹鐵預計派掌 2號、6號、7號的單貼是976元 都流到去大概是尾三的位置 潛龍復虎的組段 這樣流法是很低漿的 黑二流後的馬 還有那隻太平盛勢 那隻有人掌握 剛剛起步之後都拉得挺辛苦 才拔掉到最後 不能夠說 那個福哥那些竿是這樣的 很重身、很慢的馬 長線發展是否會好過這隻環保 超水準 超水準 連續第二場頭馬 跑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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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了馬 加硬抄 重定 一點都不想學 馬達都講完了 這段走了一段 回到來又不會回得到氣 迫得前一齊反而回來 始終也是大場頭馬 一會看看是否在直鏡上